M豆病毒在非洲出现新变种 刚果上万人感染500多人死亡 95%都是孩童 世卫组织宣布 M豆传染是国际关注公卫 紧急事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放弃角逐自民党总裁 日本首相即将换人 最新民意调查 前防卫大臣石破茂 前日向儿子小泉靖次郎 等七大热门人选出炉 上任不到一年的泰国总理赛塔 遭宪法法庭解职 因任命一位仕途贿赂法官 遭判刑六个月的律师皮奇 担任总理办公室部长 周五国会将选出新总理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在各摇摆州民调及起直追 北卡再呈关键摇摆州 民主党选民登记 首次超过共和党 川普到北卡发表经济演说 持续攻击贺锦丽和副手华兹 大陆新增信贷金 2600亿人民币 创15年新低 融资规模总额降到7700亿 持续萎缩 房市也在谷底 江苏无席推出异地换购 可拿苏州长州的旧房 再无席换新房 欢迎您加入这一节 Focus全球新闻 我是李作恒 再来关心是原本叫做 猴豆的M豆 现在在非洲国家 刚果的疫情迅速升温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刚果疫情已经进入到了 公共卫生紧急的事件了 因为这种变种病毒 它的传染性是更强的 估计今年已经出现了 超过14000个确诊的病例 也造成至少524人死亡 但是医界认为这病例 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观众我们镜头要带您来看到 在刚果一处难民营内 到处都可以看到感染M豆的儿童 靠水桶里少量的水洗杯子 在非洲国家刚果 卫生条件本来就堪率的 哥马难民营 人们忧心忡忡 因为这里的孩子几乎都生病了 脱去上衣后小小身躯 满失疲诊 在这里的M豆治疗中心外 挂着警告标语 不许一般民众靠近 在过去四周内 这里的医疗机构收治35例确诊 还有130个疑似病例 而且M豆病毒 已经出现变种IB分支 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每一个病例都正在隔离治疗 医护人员检查后抽血送液 不到一岁的小婴儿 睁着大眼睛 她身上满是疲诊 这也是这里许多孩子 正在经历的发病过程 女童脸上的疲诊已经结痂 做母亲的终于松了一口气 调查新变种的工作 正在与时间赛跑 目前只知道 刚果的M豆变种死亡率 约在4%到11%之间 在儿童身上的死亡率偏高 最早出现在南极无审的 成年人身上 在刚果哥马的医疗中心 正面临M豆患者激增的压力 而且变种病毒的皮疹病灶 不同于原始病毒 耗发在胸口和四肢 症状容易出现在生殖器周围 皮疹的明显度也比较低 增加便是困难 这场病毒的元凶M豆病毒 最早是在1958年 从研究用的猴子身上发现 因此被命名为猴豆 为了避免外界 对传染原物解或污名化 世界卫生组织 2022年底更名为M豆 感染初期类似感冒 患者会出现发烧 胃寒 全身酸痛和头痛 疲倦等症状 伴随淋巴腺肿大 之后开始出现全身性皮疹 这次疫情的重灾区非洲 今年已经出现超过 14000个确诊病例 造成至少524人死亡 比去年同期增加160% 让非洲疾病管制 与预防中心13号宣布 刚果的M豆疫情 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台湾上周新增 5例M豆本土病例 机关署已经提升 非洲7国的旅游 疫情建议等级 世界卫生组织14号宣布 刚果爆发的疫情 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购卫生紧急事件 这是国际卫生法规定的 最高等级警报 并派驻人力到非洲各地 进行医疗协助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 今年已经额外增加 1700万美元 支持非洲的M豆防范工作 正在密切关注 这波疫情的走向 同样令国际担心的 还有正在加萨走廊潜伏的 小儿麻痹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7月份在加萨的 6个污水样本中 检测到该病毒 显示社区传播已经开始 对没接种过疫苗的幼儿 造成严重威胁 严重者可能导致 永久伤残甚至死亡 但是加萨正饱受 战火摧残 就算疫苗送到了 如何保存都是问题 各种病毒肺炎 受害的不止人类 荷兰爆发蓝蛇病毒 主要透过昆虫传播 最容易被感染的动物 就是绵羊 荷兰政府已经紧急发送疫苗 让羊殖就算感染 也不至于出现重症 但蓝蛇病毒正在欧洲扩散 荷兰本州仍出现 2909个新的感染地区 较前一周增加650个 德国也在上周通报 出现1885个群体感染 比利时从6月起 也出现515例 虽然蓝蛇病毒 不会传染给人类 在动物身上会造成高烧 口腔溃疡等症状 恐怕对畜牧业造成严重冲击 让欧洲各国如临大敌 正在设法控制这波疫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到 是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 9月举行了总裁的选举 其实根据过去的经验 现任的首相连任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 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却语出惊人 他突然的对外表示 卸任的宣言 强调说不会参加总裁的改选 而自民党从旧统一教问题之后 不断的被揭露丑闻 这政权的支持率 是已经跌落谷底了 为了要扭转形象 自民党和岸田 同意选出新的党魁 这也代表着 日本首相即将换人 周三上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突袭式记者会 所发表的谈话 让整个日本措手不及 现任首相语出惊人 日本街头派起久违的号外 岸田的告别宣言 就是这么突如其来 安田冷不防丢出震撼弹 日本媒体大多认为 突然却不意外 就同意教问题 有如第一张倒下的骨牌 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 遭射杀 牵扯出自民党政教不分 岸田政府好感度暴跌 之后又被踢爆 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派 透过募款参会不当得利 并延烧至其他派伐 尽管安田快刀斩乱麻 推动自民党内派伐解散潮 却还是武力回天 支持率调到一字头 创自民党最低 贪腐负面形象持续发酵 导致四月的地方补选 自民党全灭 总理大臣成为重视之地 組織の長として責任を取ることに 遺作作の躊躇もありません 今回の事案が発生した当初から 思い定め心に寄してきたところであり 当面の外交日程に一区切りがついた この時点で私が身を引くことで けじめをつけ 総裁選に向かっていきたいと けじめはつくと 自分の身を引きたいだけかなっていう 自分のけじめをつけるだけなのかなっていう気はしますけど 丁寧に丁寧に言葉が多かったけど さっぱり丁寧に説明されていなかった そうだね 我々も理解できなかった 物足りなかったね ご自分たちのいいように幕を引いたような気はして 評価できるようなことはやってな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 安田沦為自民党最購狼丸總裁 尽管在他的主導之下 日本薪資漲幅屡創新高 带動消費復活 帮助4-6月GDP出現2個季度以来首次政成長 無奈自民党這回捅的樓子太大了 即便按照黨內記錄 現任總裁尋求連任基本上萬無一失 這口大黑鍋 岸田還是只能背好背滿 人未走茶以糧 自民党中不乏越越欲試者 目前預測可能出馬的 包括4次參與總裁選的前幹事長石破茂 現任幹事長茂木敏充 現任數位大臣荷野太郎 現任經濟安保大臣高氏早苗 前環境大臣小泉靜次郎 前經濟安保大臣小林英芝 上屆總裁選候選人也田勝子 這場眾所注目的黨魁選 詳細日程在下週二出爐 屆時自民黨將迎來新人校 救人便黯然退場 體力的新聞最後報導 也是政壇風雲變社 來看到是泰國 第一大黨前進黨上週才遭到最高法院解散 而現在憲法法院在拋震撼蛋了 宣布要將上任不到一年的總理塞塔免職 塞塔表示尊重法院的判決結果 但是任職將近一年以來 他是兢兢业业 沒有做過任何不道德的事 但是有大批泰國的民眾對此 卻說不感到意外 認為塞塔早就知道自己不適任 這一次下台只是急流勇退 而預計在週五將會重新選出新的總理 前總理塔克辛的女兒也是泰黨領袖的 被東丹 有望再政大位 有名大法官高高坐在位子上 一次一句鏗鏘有力的宣讀判決結果 即下令解散最大政黨前進黨後 泰國憲法法院14日再拋震撼蛋 宣布解除總理塞塔的職務 因任命曾經試圖賄賂法官 16年前短暫入肩服刑的律師皮奇 擔任辦公室部長 上任總理不到一年的塞塔 被40位前參議員檢舉 進而遭泰國憲法法官解職 成為16年來第四位被統一法院 判決罷免的泰國總理 塞塔與帶哽咽略略現結巴 儘管表明尊重法院判決 但眼中仍透露著不甘 認為在任職總理的這段期間 自己是盡心盡力 去年8月22日就任總理師 塞塔曾信誓淡淡地說 會減輕泰國人民的負擔 並振興泰國經濟 但執政將近一年後 泰國民眾坦言很無感 近20年來泰國已經歷兩次政變 換了7任總理 泰國人民對總理被推翻或解職 早就見怪不怪 甚至猜測塞塔或許早就知道 事態會這樣演變 這次下台只是急流勇退 我喜歡這件事 如果有了我會想要去參加 但我會想要去參加 我會想要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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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了我會想要去參加 但我會想要去參加 我會想要去參加 美國國務院也對泰國出現的政治變化 做出回應 我們是在今的法律上的 法律上的法律上的法律 对经济造成冲击 但更多人对于政局 接下来的发展表现得很淡定 由于候选人必须是去年有登记参选的人 因此较有可能的人选 包括委太党的被动单和蔡卡胜等人 最终结果16日议会举行投票后 就见分晓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中国大陆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是呈现房市熄火 投资和内需不足的窘境 我们来看到江苏无息 虽然推出了异地换购的政策 也就是说可以拿苏州长州的旧房 在无息换新房 但是7月份新增的信贷 却只有2600亿人民币 这也创下了15年来的新低 而在融资规模的总额 也涨到了7700亿 是持续的萎缩 就这么刚好 中国大陆上周五刚上映了一部电影 逆行人生 当中是呈现出了中国当前的经济难题 因为描写的是白领工程师 在中年失业以后 经济压力之下 他成为外送员的过程 也因为真的是戏如人生 五天内的票房 冲上了2亿人民币 一部描述失业的中年男子 在房贷 养家 与照顾失能长辈等经济压力下 被迫从原本的白领工程师 改送外卖的中国电影 逆行人生 上周五上映之后 短短五天 就收获了2亿人民币票房 成为中国近期最热门电影之一 我就是太有共鸣了 所以又带着朋友来了一次 就是我们都到了这个35的这个坎了 就很有共鸣 然后觉得他已经拍得很真实了 就是虽然网上骂评很多 特别多 但我也不太理解 就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吧 但我就觉得他已经尽可能的 让观众哽咽感慨的现状 主要就是中国当前持续存在的经济问题 包括就业市场上 不仅刚出校门的年轻人难找工作 数以百万计的外送小哥 更在城市街头穿梭的零工生活中 艰苦度日 有何事的我就走了 我都离开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一般人是干不下来的 你像中不高峰的时候 拿很多单子压在身上 没办法 只有给时间赛跑 至于阿里巴巴 腾讯等大型企业 在冷气房里看来光鲜亮丽的白领 当情也遭遇35岁 就如同被榨干的人肉电池一般 面临裁员 与薪资降级等威胁 再加上房市的熄火 更让民众感受到资产缩水 社会地位向下流动的风险 这个产业是衰退的 我个人认为 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已经到了 或者接近到了谷底 还会经历一段困难的时期 中国知名经济学者樊刚 周三在海南举行的 博鳌房地产论坛上 就坦言中国的房地产确实进入衰退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 也清楚呈现房市下跌走势 一到七月全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与去年同期相比 重跌10.2% 跌幅甚至比上个月还大 显示官方寄出的降房贷利率 与头期款等旧房政策 难以撑起市场信心 四大一线城市的七月新屋售价 比去年同期少了4.2% 其中北京 广州 深圳都是下跌 仅上海出现涨幅 全中国七十个大中城市的 七月新屋房价 也比去年同期少了5.3% 中古屋房价更是全面负成长 此外 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年增5.1% 增速为四个月以来最低 至于反映基础建设及房屋等 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七月比前一个月下降了0.17% 总计前七个月 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3.6% 增幅却是今年以来最低 唯一表现比较好的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有2.7%的年增率 增速比6月的2%加快 也高于市场预期 内地上个月新增贷款 低过市场预期 并且建近十五年以来最少 人民银行公布的七月新增贷款 总计只有2600亿人民币 与上个月2.13兆人民币相比 不但打到股折 更是15年来新低 至于七月的社会融资增量 也只有7700亿人民币 金融数据不佳显示市场 不愿意继续投资或消费 大家只想把钱紧紧抓在自己手里 而中国央行持续降息 希望能鼓励贷款与投资 但实际上只是让人们 把存款搬家 转向理财 保险与国债等产品 为了刺激市场江苏 无锡近日就推出 进阶版旧防新措施 在原本的旧屋换新屋政策力多下 进一步扩大旧换新的范围 增加对苏州与长州中古屋的收购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用无锡的中古屋 换购新橙屋 现在可以拿苏州或长州的中古屋 来换购无锡的新房 创下全中国跨城已就换新的首例 然而正面消息与刺激的力度都不算大 对于经济拉抬的效果恐怕很有限 从电影里的事业白领 到真实生活中的快递小哥 这种期待明天的火光正慢慢黯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乌克兰 持续朝着俄罗斯的境内挺进 俄罗斯已经撤离边境超过10万人了 乌克兰的军队是在占领的地区持续巡逻 可以看到路上都是被摧毁的俄罗斯战车 但是建筑物完好没有遭到破坏 而乌军也俘虏了上百名的俄军 要作为未来换球的筹码 随着占领区的扩大 乌军现在面临留守军力上的困难 总统斯林斯基就有意在占领区 设置军事的行政中心 也着手在俄罗斯西境建立缓球区 要保护乌克兰的边境城市 但是乌克兰现在看起来 这奇袭的战术奏效 国际间就出现了一种声音 他们认为说盟国应该要加紧军援乌克兰 让他们趁胜追击 乌克兰士兵驾驶着美国提供的装甲战车 持续在俄罗斯境内挺进 取得更多的城镇控制权 当地居民看到乌军进入 没有任何的惊慌 乌克兰电视台记者 前进俄边境苏甲氏 贴身采访乌军行动 还将乌军扯下俄国国旗的画面 呈现在乌克兰国人面前 乌军受访时 描述进入俄罗斯时 敌军惊慌失措的情景 这些影像想必能提振 乌国低迷的士气 俄库克四区已经撤离超过十万人 乌军在占领的苏甲氏巡逻 路上都是被摧毁的俄罗斯战车 但所有建筑都完好 没有遭到破坏 当地还有一些未撤离的民众 乌军也发放物资给他们 乌军认为他们比俄罗斯 更善待占领区的民众 乌军界行动进入第二个星期 总统泽伦斯基每日掌握前线进度 到目前为止都是好消息 除了攻势持续外 也俘虏了上百名俄军 好作为换球的筹码 随着占领区扩大 俄军面临留守军力上的困难 泽伦斯基有意在占领区 设置军事行政中心 乌克兰内政部长透露 乌军正在着手在俄国西境 建立缓冲区 保护乌克兰边境城市 空拍照显示 乌军在库克斯区挖壕沟被战 乌国边境苏梅士 也架起了刺网 防范俄军的报复行动 据传俄罗斯为阻止乌军前进 也正在挖壕沟被战 还在网路上争挖掘工人 薪资在1600到4000美元之间 俄罗斯也展开空袭 投下滑翔炸弹 击退乌军车队 乌克兰还以颜色 派出无人机 轰炸俄罗斯空军基地 这是开战以来 乌国最大规模 袭击俄军事基地的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钦 誓言要进行最严厉的报复 不过这一次 就连国营电视台都不愿附和 国际社会和军事专家们 密切观察乌俄两军调赌状况 乌军攻城掠地一周 还未逼得俄罗斯转移乌冬火线军力救援 仅调动了乌国南部 扎波罗热和涅波罗州两地数个部队 乌克兰则是继续增加在边境的兵力 西方国家认为 乌国入侵必须撑得够久 才能解救乌冬颓势 乌克兰的奇袭战术 确实让西方国家另眼相看 国际间也出现了一种声音 认为盟国应该趁此刻 驻一臂之力 加紧军援乌克兰 让他们乘胜追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也是要看能不能乘胜追击 是美国总统大选最新的民调 显示说贺锦丽在大部分的摇摆州 都是超前川普或是打平的 尤其是关键的宾州 已经领先了三个百分点 这结果恐怕让川普的阵营 是更加焦虑了 而川普在周三回访 北卡罗来纳州 发表了幕僚精心替他 准备的经济演说 里头他就承诺 说上任之后 会大卡能源的价格和电价 要让美国的经济繁荣爆发 但是一个多小时的演讲 川普时不时脱稿 就又骂了民主党的 总统候选人贺锦帝 也让整场竞选活动免不了示娇 2024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周三赴北卡罗来纳州 发表重要经济演说 背板写着社会保障福利不收税 但78岁的川普似乎很难控制自己 一开场就先脱稿攻击媒体 同时表达他对民主党换败的不满 在时不时谩骂新对手副总统贺锦丽 川普左批贺锦丽疯子 又酸她的副手华兹是小丑 长达75分钟的演说 其实要谈一系列政策构想 包括开支票要结束通膨 强化已破纪录的美国能源生产 以及提高美国人生活水平 川普喊出上台12到18个月内 要把能源价格和电价砍半 但没有说要怎么做 川普拿出了包装大小不同的薄荷糖 来谈通膨 也按照讲稿 比较了现在和他当总统时的经济状况 整场演说就在既定讲稿 和川普最擅长的攻击来来回回 看得幕僚是心惊胆战 就怕川普的随心所欲 让精心策划的活动失交 川普阵营的焦虑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越来越多关键摇摆州民调显示 贺锦丽声势持续走高 根据奎尼匹克大学民调 拥有19张选举人票的宾州 贺锦丽以50%领先川普三个百分点 蒙莫斯大学民调则指 如今民主党选民高达85% 对今年大选有热情 远高于6月的46% 也比共和党高14个百分点 库克政治报告 七大摇摆州调查更显示 除了内华达州 贺锦丽不是超前川普 就是打平 民主党16年来都没赢过北卡 4年前川普在这里赢拜登 1.3个百分点 相当7万4千票 川普阵营原本认为 北卡稳赢 在当地几乎没花什么钱 但在贺锦丽接棒后 投下1100万美元 相当台币3亿5千多万打广告 在北卡新登记的民主党选民 也首次超过共和党 让民主党人认为 北卡16张选举人票 也大有可为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将首度与贺锦丽同台 谈降低要价 贺锦丽也预定周五发表经济计划 14号公布的美国7月通膨率 三年来首度降到3%以下 尽管经济数据改善 但在白宫有人开玩笑说 他在找工作 黯然交棒的拜登 在白宫见一百多位网红时 忧了自己一磨 不过英国前首相特拉斯 碰到这个场景就笑不出来 特拉斯说话的同时 背后降下横步条 上面画一颗蜗具 写着我毁掉了经济 讽刺特拉斯49天 史上最短首相任期 比蜗具生鲜期限还短 气得特拉斯当场走人 设计的政治团体表示 特拉斯宣传新书巡回 其实是在支持川普 因此来这么一招 请新闻综合报道 说到了经济 9月份会不会是 欧美央行的降席院呢 周三英国公布了 7月消费者物价CPI的报告 年增是2.2% 尽管还是高于 英国央行设定的目标 但是已经比市场预期来得好了 而同一天美国的投资人 也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关键的CPI数据 同样降温 年增是2.9% 这也是三年来 首度降到3%以下 这让市场更加笃定了 联准会会在下个月降息 全美的消费者 花钱比较不心痛了吗 看看最新出炉的 美国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率温和上升2.9% 不但优于预期 创下连续第三个月降温 更是2021年初以来 首次低于3% 当天正在白宫 会见一群数位内容 创作者的美国总统拜登 也在跟所有人 用不同角度拍完自拍后 对通膨报告做出回应 让整体通膨率 得以降下来的一大串类别 包括机票价格 在过去一年来 降了2.8% 二手车和卡车价格 也大减超过10% 但专家提醒有备无患 因为相较之下 种种房屋成本还是涨很大 光是7月一个月 就增加了0.4% 过去一年来 更是暴涨超过5% 降不下来的 还有汽车保险费率 从去年7月到现在 大增18% 出外用餐也更贵 同比上涨4.1% 就连上超市采买 常见的鸡蛋 培根 热狗等食材价格 也在过去一年 出现一到两成的涨幅 因此专家也提醒 想把握夏季 尾声出国旅游的民众 还是要精打细算 且不止机票 住宿等大笔的开销 包括在海外刷信用卡的 交易手续费 以及行动上网的数据 通讯费 也是一大烧钱项目 另一个让民众 必须勒紧荷包的原因 则是科技业裁员潮 还在延烧 继上新旗 电脑制造商戴尔 宣布要大裁 一万两千多人后 网通设备大厂 思科也宣布 今年的第二轮裁员 周三思科表示 要裁掉全球 7%的人力 等于将近6000名员工 同时下修年度营收目标 如今关键的整体通膨数字 确实朝着联准会 2%的终极目标迈进 再加上同一个月的就业报告 也比预期疲软 已经让大多数分析师 认定9月降息在望 周三的华尔街 为之振奋 不止CPI数据符合预期 还加上前一天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同步放缓 基地每股三大指数 全面收高 标普500更是连续 五个交易日左右 这年纪念的议会 是同一周 和总统的选择 而政府常常常 避免做任何决定 会影响政策 英国同样发布 最新通膨报告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2.2% 虽然超过英国央行的 2%目标 但依然比预期来得好 主因服务业价格 上涨的速度放慢了 尽管分析师看衰 但目前英国的通膨率 确实低于欧元趋害美国 也让金融市场 对英国央行 9月降息的预期不变 因为还加上前一天公布 英国第二季的薪资增幅 不但减缓 更降到近两年新低 最终在显示 通膨压力正在缓解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换一个星期来看到 是日本冲绳海景无敌 而现在正是周边的 海域珊瑚产卵的季节 带你一起近距离止及 冲绳北部的本部亭 是前往美丽海水族馆的 必经地区 珊瑚探索之旅 就从本部亭的 山川港口出发 这一天的水温 在摄氏23.5度左右 正好是日本的梅雨季节 而常年关心冲绳海洋生态的 资深摄影师表示 暖化现象使得天候难测 看起来似乎是个飘雨天 晚上7点40分熟门熟路的向导带领着团队 清除可见 地波行动之后 稍作休息 摄影团队再出发 在黑暗的海里 继续寻找缠乱的珊瑚 水深5mで セットされている状态の 山語を発見しました セットとは 当日散乱する確率 100%の状态のことで 私たちはセット完了と言っています ダイバー用語 またはサンゴ研究者で 使われているだけの用語かもしれません 今か今かと 海へ放たれるのを 待ち望んでいる感じですね 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半 白仙閣把珊瑚当床正好眠 原味炫印嘴鱼 则是直接手睡 这时候以平台撞珊瑚为主的 珊瑚开始产乱 提到珊瑚缠乱 往年恩納村的潜滩 会比冲绳本岛更早 石原岛跟西表岛同样 也在这个时候 虽然气候欠佳还下雨 但总算是顺利完成 有报道指出海水升温 让不少珊瑚出现生存危机 摄影师则说 这几年冲绳周边海域的珊瑚 繁衍生存逐渐平稳回复 就跟自己33年前 初来冲绳时所见的海景 十分相似 看到今年的珊瑚缠乱 让人相当的振奋 冲绳周边还有不少珊瑚七席 一直到10月左右 但还会持续的缠乱繁衍 摄影师强调海洋生态的珍贵 需要大家一起守护 自己也会一直关切 并且观察拍摄冲绳海域的珊瑚 让大家透过镜头来感受这些生态的美好 就在今天凌晨4点 日本大阪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 有多达24万户受到影响 这也造成了通勤交通大乱 另外是安比台风 正朝着日本东部和东北部靠近 大东京地区首汤其中 我们要提醒您是 日本新干线 明天上午11点 已经有部分的路段会停止 而东京也有数百个航班取消 日本大阪当地时间15号 凌晨4点左右 发生大规模停电 多达24万户受到影响 金板电铁JRC日本等区间班车 延误或取消 造成通勤时间交通大乱 关西电力公司表示 停电用户集中在大阪市 目前已经全数复电 海上风浪越来越大 地上都是被长风吹落的树叶 除了断电 日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安比台风 正逐渐逼近大东京地区 安比台风将在16号 靠近日本东部和东北部 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 严防台风带来的狂风大雨 车站挤满民众面对台风来袭 日航已经取消 16号台北往返东京部分航班 全日空日本航空取消近500架次航班 预计将会影响6.4万人 JR新干线部分包括东北山形山岳新干线 宣布周五早上11点开始停驶 东京的宇都公线也受到影响 日本当局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准备 TVN新闻综合报导 周末要出门走走恐怕要失望了 大雨要连下午天 明天周五一早中南部地区就有短暂震雨 而下午到雨势则会更广更大 特别是中北部地区 在周末西南风强度也会增强 中南部全天则是都有间歇系的教雨 而到了下周一二 这西南风预计会达到最强 中南部教雨的时间跟强度都会更大 更可能会出现好大雨 带你一起来关心明天的详细气温数字 中南部教雨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